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 我们今天有机会也有福分 继续的学习诗篇第72篇 我想定一个题目就是 理想的君王 什么是理想的君王呢 我想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生冤 拯救穷法之辈 亚瑟纳欺爱人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当中 出现过不少昏军暴军 以及随着他们而来的 民不了生 甚至森林涂炭的血泪史 可能正因为这样 人们呢总是期盼着 有英明的国君 贤祖能够来到 中国古代怎么样 都传送着唐瑶瑜圣 古希腊的哲学家布拉图 写了理想国 理想的国家 无非都是推崇以及向往好的君王 好的政治 好的刚技能够出现 这首诗的第二世界说 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所以从这里看来呢 他是大卫所做的 而如果看这个 这篇诗的开始的上面的注解 就是说呢 所罗门的诗 他是否是大卫王 为了祭祀 他王位的儿子 所罗门所做的祷告呢 不管怎么样 这是以色列国 早期的一个诗歌 在西伯来民族的历史当中 有四百年左右 被称为四四世纪 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这是四世纪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所讲的 国军不好 百姓受苦 这是明显的 但无政府主义呢 有的时候危害更大 那么四四世纪 真的没有亡吗 不 那时候是神权的时代 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呢 从四周的列国当中看到 因为他们以人为王 往往事与愿违 得到的不是国泰民安 而是苛捐杂水 不是公平正义 而是剥削欺丫 看见的只是怎么样呢 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君王不是爱民 如子 好像自己孩子 官员不是父母官 而是鱼肉 百姓 奴役人民 上帝虽然想通过 四世 来管理 以及统治他们 但以色列人呢 厌弃上帝 来管理他们 他们宁愿以效法怎么样 四位的列国 他们要求列个王 扫罗呢 被选择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但他因为嫉妒仇恨贪然 渐渐的友好变坏 最后在战场上自杀身亡 大卫看在眼里 感受在自己身上 他后来 这个继续了扫罗 也做了四十年的王 因此上帝恩典 和顺从上帝的教导 他为国为民 造福良多 甚至为上帝的名 也曾经带来一线的荣耀 但是后来 因为自身的软弱和罪过 大卫在自己的国家和历史上 也留下了污点和黑暗的业 那么来到所罗门呢 在他结尾的时候呢 以后在他做君王登记的时候 就送上这篇诗篇 通过祈祷的方式 表明一般老百姓 对君王的祈愿和要求 他们希望君王 能够按照公平公正 公义和诚实来治理国家 他也预示了对弥赛亚的叛后 在人间 众是常常会失望 但上帝所应许的公义和平的王 必定会来到 他要以爱为奇 以真理为宝座的根基 弟兄姐妹 在世上 我们众人有失望 但上帝 你国度 以及弥赛亚 荣耀的王 至终必定会来到 大卫又说 上帝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 赐给王 将公义 赐给王的儿子 事实上 我们知道 所罗门在结尾的时候 向上帝所求的 也是这个 上帝赞许他 不像一般世俗的君王 但求自己的长寿了 名利了 或者消灭这个政敌 而所罗门 只觉得自己是一个 年轻的小孩 不懂得怎么样 治理国家 和广大的老百姓 他求上帝给他智慧 做良好的判断 能够组织公义 他要按公义 审判你的名 按公平 审判你的困苦人 起初呢 所罗门也的确 是做到了这样 上帝给人权柄 尤其是给君王 有很大的权柄 如果有君权神授的思想 那么就要知道 王只是代理者 原来就是应当为 替天行道 赏善法恶 而不能滥用权柄 谋求势力 或者是成为一个 吞权的阶级 使自己领甲在 法律之上 作为作福 像今天很多统治阶级 和领袖君王 所做的那样 尤其 现在 在选举当中 为什么有的国家 四年选 是五年死 除了那些 所谓世袭的 父川子 子川身的 国度以外 都要选举 选举当中 老百姓 都希望有个 理想的君王 为他们带来平安 幸福和快乐 这里有说 大山 小山 都要因公义 使民得享平安 这就很好 他必为民众的 困苦人声援 拯救穷法之辈 压碎 欺压人 在上帝的政治学当中 很重视这些 今天虽然有不少的政客 总统 国王之类的 也标榜这些 但许多这样的人 被撑在上帝的天秤上 就像巴比伦的末代王 百撒山那样 显出亏限来 可是 如果君王领袖 能够做到这些 非但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而且上帝的名 也会大的荣耀 这里说 太阳寒纯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你必降临 像雨降在乙哥的草地上 如干临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义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支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天下万国 都会前来 从敬畏 听出上帝 听出上帝命令的好君文身上 学习了解到认识上帝 第九到第十六节的经文 多少应验 多少应验在 所罗门做王的辉煌时期 不是有一个从非洲 四八来的女王吗 她就是为了仰慕 所罗门的 王的名 不远千里而来 之后呢 我们知道真的在古斯 在非洲的爱塞欧比亚今天 有很多是信上帝的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但不要说 所罗门日后 他也变坏了 也堕落了 就算再好 也不像这里 为万国所仰慕的 弥赛亚那样完美 如果说恶利的国君 怎么能够充分的 反映了撒旦的一群 那么再好的君王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 上帝对人 尤其是对穷苦困乏 孤独软弱 备受欺凌人的关怀 爱活重视 因为就算他们的血 在上帝眼中 都看为宝贵 上帝是最爱人 爱穷苦的人 被欺压的人 这里说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为有福 独行骑士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 也当称颂直到永远 这是进入荣耀颂 在每一篇结尾的时候 都出现 我们说 四篇分为五卷 这是第二卷的最后一篇诗 那么这里说 有好的君王 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人民 是有福的 如果遗憾 没有能够生活在太平盛世 受不到 贤明的君王的管理 也不要失望 因为耶和华才是万族之主 万王之王 他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的 弥赛亚 以及他是我们可靠的希望 让我们为所有在上掌权的 祈求 更加让我们等候上帝的国度来到 以及上帝公义慈爱全能的王 来到 愿你我都作为天国的百姓 享受无穷的平安和福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